Hello 大家好 我是David 今天我们来到圣地亚哥 这次旅行跟之前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次主要要focus在圣地亚哥的美食 所以这是一套美食之旅 那就跟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圣地亚哥地道的美食吧 这个汤特别的新鲜 牛肉也特别的嫩 非常好吃 这道菜很有意思 里边是鲜虾 外边是裹了一层炸的那种面条 又脆 又香 很好吃 刚才我们尝了这几道菜 发现这道菜呢 这个叫香港的炒粉 觉得比较一般 因为仔细吃下来呢 发现它这个里面那个汤汁什么的 有点 有点像这个 冻 就是说已经差不多要凝固了 所以感觉口感就没有那么的 那么的顺滑 好 所以如果你想 有机会来到圣地亚哥 来品尝这家店的话呢 我觉得这道菜呢是可以省略掉的 好了下面我们到下一家店去尝尝 Let's go 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圣地亚哥 市的一个叫做 Liberty Public Market 是一个 公共的 自由市场 这里面听说有很多 非常 好吃的食物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里的美食吧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他们家就是自己 手工做的 意大利面 所以我们准备买一点回去 带回家 然后可以煮的吃 应该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个地方最著名的也是我们最期待的 Lobster Roll 这个龙虾卷 看看味道怎么样 味道还可以 但是呢 就是话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 有点高了 30块钱一个 我觉得 不太值得 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San Diego非常有名的一个夜市 Nine Market 里面有非常多的美食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Let's go Nini Donuts 要不要尝一尝 可以 小小的Doughnut 这个夜市就是感觉有一点像回到了中国的感觉 所以我们都很期待来看一看这边到底有什么好处 这个夜市 OK Do you have like a stick or something? I know, but I have some napkin for you OK, that would be awesome too That's cute 看一看 非常可爱 来,宝宝 好吃吗? Oh yay, thank you Try this, Davies Try this, Davies 有点邪 好喝,不甜吗? 我觉得这个甜是可以接受的 不甜,但是是那种椰子的那种甜 烤生蚝,你看那个 你看看 灌浙水,右手烤生蚝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夜市最大的收获 但是非常新鲜的 生蚝也非常期待 这三个生蚝一共是9美金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新鲜 其实我们是吃完饭来的 但是来这没想到又饿了 看了这么多美食 来,Crisney,尝尝这个干净水 Crisney,好吃 好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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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涼涼 菜色喝不? 有点涼涼 这个牌子叫Juicy King 来再尝一尝这个新鲜的生蚝 很新鲜 上面是cheese 再加上这个cheese的汤 加上生蚝一口焖 非常好 所以今天我们的夜市之行 就在这束花当中完美收官了 欢迎给我们点个赞 分享我们的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Christine 拜拜 Good 有点像这个卡头 贵三十块下一个 那我们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 值不值得 吃吧 去吧 Good ête 君 只能 Não 我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